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良安 今天呢 我的老爸呢 要做可乐鸡翅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他有什么样子的做法 还有步骤 首先呢 要先倒油 然后再开火 然后我们要等一阵子 那你今天买的鸡是什么 是鸡翅呢还是中翅呢 还是什么 今天买的是中翅 然后接着就一个一个下锅了 还准备了大蒜 还准备了大蒜 你是要一起放进去的吗 然后 然后 还有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 主角就是可口可乐 现在是把一个一个鸡翅放进去 现在是把一个一个鸡翅放进去 中翅放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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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锅盖盖盖起来关成小火 让它焖 让它焖熟 接着呢 就可以放蒜头进去 让它有提味的作用 爸爸很难得下厨 所以今天要特别录下来 可乐鸡翅是日本人最常吃到的吧 然后 今天是来挑战自己做可乐鸡翅 一大早就跑到加勒福去买了很多东西 你要加水吗 你要加水吗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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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薰火 after the 好 對 好 已经开始有一点黄金黄色焦焦的感觉了 好像很不错 然后继续盖锅盖 然后让它焖熟 也是转小火 然后让它慢慢熟 那下一个步骤你是要做什么 接着就是放大蒜 然后还有一点盐 竹椒可乐是最后放对不对 一起放 那蒜头的味道不就盖过了吗 好认真的样子哦 开始了要开始了 放大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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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有一點點焦焦的了 有一種香味已經不底了啦 我都聞得到 然後再繼續關小火燜 讓它變熟 讓它裡面徹底的熟了以後呢 就可以加鹽了對不對 然後讓它有一點鹹味 然後再來就加蒜頭 蒜頭可能跟可樂是同時放的 已經有一陣香味鋪皮而來了 好香喔 雞的香味好香喔 好香喔 很棒 认真的爸爸 好帅气哦 认真的爸爸 这一盏小 就很准 下一下 接着把蒜头放进去了 蒜头要拍过的 好香 好香哦 蒜头味道好香哦 然后再加盐进去 然后再加盐进去 这样放过几分熟啊 9分 8分 9分 18分 蒜头味好香哦 又要又香了 可乐丁 好接着 就是要把可乐打开了 然后倒下去 要倒多少啊 1-150克 1-150克 那鸡腿几 鸡中刺几个 1-1-2 1-1-2 就是这样的比例来 搭配 然后接着就等它慢慢收汁 要不要放水 1-2-2 盖上就可以了 好接着就是要盖子盖起来 让它继续焖 让它收汁 现在呢就是要等它爆香 跟收汁 然后呢 让它不断的翻动它 就是让它在锅子外 就锅子盖着 然后要让它翻动 让它不要粘锅 然后让它继续的收汁 我已经闻到很浓很浓的 可乐加蒜头的味道 非常的香 很像外面卖的那种 可乐鸡翅的味道 很香啊 等一下呢 我们就用这个碗 装 很香很香 主要都是香味取胜 然后再来做肉质是第二 因为只是我闷太久的话 肉就老掉了 好 现在可以开 开 开香咯 好期待咯 好期待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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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很好看 颜色很好看 有焦香的那种味道 其实就好 你觉得自己的成果怎么样 很不错哦 很不错 Sou ¥ bi 自己看的都高興 那你這道菜叫什麼名字 可樂雞翅 我之前也做過 我之前也做過芬達的 芬達雞 雞翅 因為芬達是橘子口味的 然後他吃起來就有一點點橘子的焦香味 也不錯 但是我不建議大家用7up就是七喜 就是雪碧 因為他煮出來以後會有 會有一種苦苦的味道 他就會有一種 可能會驗不下去 不是常人可以吃的那種味道 很好 很好齁 這不用弄吧 這不行 好 成品就是這個啦 我們來看看 來到餐桌 來到餐桌 我等一下要來試吃看看 那這樣吃好 我們現在要來試吃喔 好燙喔 嗯 嗯 焦香味好吃 有一種甜甜的 然後 有一點油油甜甜的 然後 有一種焦焦的味道 非常好 甜甜的是因為 因為是可樂的關係 嗯 嗯 我也好想吃 嗯 耶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囉 那歡迎你們訂閱 按讚跟分享 然後記得別忘記 按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好燙喔